大家好,我是狮王影视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狮王是八面煞星和他的火枪手熊狮联盟 在东非的马赛马拉保护区生活着这样一头极具特色的狮王 超级多的游客,因为他特殊的样貌 而对其过目不忘,可他看起来威严凶猛的外表下 却隐藏着对幼崽们的十分耐心 奇特的是猎炎熊狮联盟中的一头也被称作八面的狮王 同样是火爆脾气,而对后代很温柔 差距则是猎炎熊狮生活在南非 而火枪手兄弟则是跟诺池联盟在一块竞争 东非的狮子相较于南非狮 给我感觉块头更加壮硕一些 而八面煞星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火枪手四头成员据称是同父同母,体格都不小 其中八面煞星的脾气最为暴躁勇猛 2012年初,游客史蒂夫在马赛马拉拍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画面 视频中还处于亚成年的狮子八面煞星 正在对一头成年的《棕毛》比他茂盛很多的熊狮发起进攻 可以看到年轻的八面已经挂彩 但坚定的意志和狂暴的战斗力扭转了年龄这一劣势 八面成功地将成年熊狮击倒 当这段视频传开之后 八面也有了自己的名字,八面煞星 因为很像加勒比海盗中的独眼老大 人们也亲切地称呼他为船长 火枪手熊狮联盟由四头熊狮组成 大哥莫拉尼、二哥八面、三弟西科、四弟猎人 一般都是以莫拉尼为老大 但是我们的传奇大哥八面都是跟莫拉尼分庭抗礼 具体谁是老大,可能就五五开吧 八面也经常当老大的 四兄弟出生于2007年 父亲是称霸一方的奥吉姆伯熊狮联盟 在四年后父辈中的老大萨拉莫名失踪 余下的兄弟也已经年迈无法继续守护狮群 更何况来攻打地盘的 是马赛马拉第一扛霸子团体 诺池联盟 于是2011年亚成年的火枪手兄弟 被诺池父子赶走 出示有五头成员的火枪手 也在这次驱逐中检员 变成了四头 从幼生期就开始流浪的狮子 信心一般都会不足 而火枪手兄弟 好歹在老爸的保护下 混到了亚成年 加上八面煞星 那个和撒旦一样 不要命一般的气势 所以在出去流浪后的第一年 就有了视频开头八面 与壮年雄狮开战的画面 这一仗的胜利 不止让这头狮子 在我们人类眼中赢得了关注 更多的则是让自己 也灌入了十足的勇气和信心 于是2012年 火枪手联盟 开始在马赛马拉疯狂开火 四头壮硕的雄狮 集体出击一般的联盟 基本上是扛不住的 仅2012至2014年 两年左右的时间里 他们就先后入主了 马沙狮群 天堂狮群 蒙古洛狮群等数个领地 可以说此刻 除了诺斥联盟他们几乎无敌 而在战斗中冲在最前面的 往往都是这头霸气的 右侧眼瞼 有伤的可不雄狮 在开疆阔土的期间 莫拉尼 八面 西科 猎人 四兄弟始终团结一致 互相包容 可能是几兄弟 都是一亩同胞的缘故吧 但这确实是他们能成功 打下领地的又一大因素 八面虽然作为联盟的先锋大将 但主导失去的雄狮 还是莫拉尼 三弟四弟对大哥二哥的竞争 似乎更喜欢做大哥莫拉尼的小跟班 时间来到2015年 俗话说同甘一共苦难 可对狮子来讲就恰恰相反了 由于我们的大哥八面煞心 综毛比几个兄弟更加威猛霸气 母狮们对他就显得更加的喜爱和主动 交配权的不平衡 让几兄弟都无法忍受 尤其是大哥莫拉尼 本来以他在联盟中的地位 应该享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可八面这头狮子 又是那种宁死不输的狠角色 于是两兄弟的内斗 开始频繁起来 大哥莫拉尼肩高明显 但是八面煞心 明显更加敦厚壮实 在身体条件类似的前提下 一时间哥俩 也是因为美女打得难舍难分 三弟四弟有时候也不甘寂寞 于是四头狮子 因为老婆的问题开始大混战 好在都是亲兄弟 期间没有发生计分高下 也绝生死的事情 几兄弟虽然统治的狮群超级多 但是由于各种因素 他们的后代并没有非常繁盛 于是哥几个商量一下 也就不再搞入侵 他们在天堂狮群长期地生活下来 这段时间的主旋律 都是养育幼崽 八面煞心的天赋 又一次得到了展现 母狮们喜欢他 不只是鬃毛 帅气战力强悍 八面对于幼崽和伴侣的温柔耐心 也确实是兄弟中 独一档的存在 这些平静的日子过了许久 但在狮子的世界 并没有永远的和平 一次 生性好动的狮子八面 不慎闯入了马赛人的畜牧场 当地人用力矛刺伤了这头狮子的后腿 虽然后期经过保护区的救治 八面幸运地活了下来 可也落了个终身残疾 好在伤势最终没有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 这下后腿 带伤的八面 再也不能四处溜达 巡视领地的重任 几乎都是大哥莫拉尼 和三弟西科在承担 八面理所当然地在家 看家 搁几个 也再不与其争吵 这让他成为了火枪手联盟 后代最多的失望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 会有个念头弹出来 是不是八面故意伤了腿 好让自己不用巡视领地 后来仔细一想 应该不会 哪有人为了老婆连命都不要了 时间来到2018年 在八面的腿部受伤之后 四弟猎人在一次外出行动中 再也没有回来 加上八面的伤腿 火枪手联盟 开始迅速衰败 而作为当年 马赛马拉最强雄士联盟的 诺池联盟 也盯上了这个 曾经自己驱逐的对手 双方开始有了摩擦 剩余的兄弟三人 不得不把无法守护的狮群 让出去 他们都退守到 天堂狮群 以求自保 好在诺池联盟 也经过了一系列的变故 不再巅峰时期 于是两组雄士达成了共识 没有入侵 也没有进攻 就这样 已经11岁的老兄弟 生活了两年 时间来到2020年初 火枪手中的老三西科 也因为年老多病 而丢掉了性命 此刻四兄弟中 已经折损过半 莫拉尼与八面 应该都感受到了 自己的衰老 可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 天堂狮群 并没有其他的狮子入侵 这是他们余威尚在的缘故 兄弟俩相伴而行 一直到了2021年6月 八面感应到了什么 他离开大哥 开始向他们入主的 第一个狮群 马杀狮群一动 时过境迁 几年的光景 狮群领主早就不是 当年不可一世的火枪手们 八面落叶归根 寻到了他们梦开始的地方 奇特的是 此刻统领狮群的 领主狮群们 并未对这头老狮子 发起进攻 甚至乐意 与他分享食物 这一幕确实是万物有灵啊 最终八面杀星 于2021年6月11日逝去 这头传奇狮群 活了14年 一生 厮杀疆场 战伤无数 作为当时马赛马拉 最具关注度的明星狮王 当地人为他进行了土葬 这也是急坏南海老六撒旦之后 非洲唯一头被土葬的狮子 生命随着时光消逝 八面的孩子们 也都成长起来 甚至跟他的爸爸们一样 胖乎 有朝一日 他们也会驰骋草原吧 我是狮群影视 我们下期再见